波罗蜜跟瓦斯外泄有什么关系呢 来关系的是在加以太保一栋大楼 住户说瓦斯外泄了 大家吓坏了 警交以十万火急封锁了这个现场 当然要开始来找这个源头 到底是哪里瓦斯外泄 就这样找找找 找到了六楼住户的门廊下 终于发现凶手了 原来是一箱波罗蜜 因为它散发出来了味道 就好像瓦斯的味道 让住户虚惊一场了 听到瓦斯外泄 大楼的住户吓坏 小网队员货报赶到 真的闻到浓郁的 很像瓦斯的气味 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把大楼一层一层仔细搜索 终于在六楼住户的门廊下 发现凶手 原来造成这瓦斯气味的元凶 就是这一箱波罗蜜 紧销发现时真是无言 觉得幸运又觉得好笑 住六楼的住户也很不好意思 他说自己闻久了都不觉得奇怪 直到早上消防队员来敲门 才知道这项波罗蜜闯祸了 要赶时间就先放到外面 昨天刚闻到的时候 也好像就是觉得是瓦斯 虽然搞了个大乌龙 但住户都说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大家就把这项波罗蜜吃掉 压压惊吧 记者郑亦轩 赖深宏 嘉宜报道